2号美股受到非农就业数据惨淡 失业率创新高影响 美股期货持续走低 道琼指数打跌超过600点 废城半导体跌幅暴跌5% 不只欧洲股市跟着硬生下挫 亚洲各国股市5号一开盘 也同样瞬间大跌 其中日本股市一口气就下挫7个百分点 跌破年初时的33,000点大关 另外日元汇率方面则因市场预期联准会 可能将一口气讲习良骂 因发投资者大局买入日元 刨售美元汇率一度标志1美元 对141日元区间 涨回今年1月10的汇率水准 2,000元急于下跌了 这种情况是異常的 那种情况是想起来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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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经变成了 可能会不会变成这样的状态 我认识到这种情况 我认识到这种情况 即使日股因启动熔断机制 一度暂停交易20分钟 但重启后指数仍持续下滑 最终收在31,458.42点 重挫超过4,400点 跌幅达12.4% 打破1987年10月19号 黑色星期一的最大单日跌点记录 市场关系者在世界的株式市场中 也在东京市场的株価下落 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加上日元持续升值 以及科技股下跌等三大因素 导致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 但香港富昌金融警告 目前的全球股灾 还仅仅只是前奏 恐怕到9月联准会宣布降息后 真正的股灾才会正式开始 迷失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